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普出在平凡制度中唱到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 也穿过人山人海 诸位车友们是否有想过一辆自己的爱车 带上一两个亲朋好友 来一场说走就得旅行的想法呢 然而这就需要一款动力十足 又足够能应对各种地形的好车了 今天小明就为大家推荐这么两款SUV 1.吉普木马人 吉普木马人作为现有的SUV的标本和模范 一直是SUV的领泡者 它风格粗犷 配置有可拆性的顶棚 十七英寸的轮毂 除此之外 木马人内部的配色采用红黑搭配 还拥有三幅动共能方向盘 木马人的车身尺寸分别是 4751毫米 1877毫米 1840毫米 周距为2947毫米 全车装备的3.6升V6自然机器发动机 峰值功率200把力 峰值扭曲460牛米 同时匹配由5档手自一体变速箱 2.福特汉路者 福特汉路者的价格 它设计的灵感来源于皮卡 所以汉路者看下更加霸气 那是设计简洁明了 不花里胡哨 配备2.0T性油发动机 和2.2T柴油发动机 峰值功率分别是245和160马力 峰值扭曲360牛米和385牛米 匹配的都是6速手动 或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而且汉路者的底盘很高 它的设置深度可以达到800毫米 而且还配备TMS地形管理系统 有山地岩石 泥石地 雪地 粒地 草地 普通等四种模式 可谓是全等SUV的 那么如果要你选 你会选择哪款SUV呢